这不看起来像是功夫电影的短片 其实出自于OpenBook阅读制 这是他们的每月半读专题 这个成立于今年春天的专业书评网站 延续了过去平面媒体阅读版的精神 但又在网络时代以创意颠覆一般读者 对书评媒体的想象 你要取一个又好记 然后又能够让别人一听就知道 这个名称是在干什么 这个产品是在干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用OpenBook 那确定了以后 我们当时团队还很高兴 很多爱书的人都会觉得 难道一个社会没有办法供养得起 专业的书品媒体吗 在过去的年代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跟阅读有关的专业的媒体 曾经都非常的热络 但是后来因为平面媒体的环境的这个视围 所以很多媒体他们就逐渐消失掉了 或者是就已经不再有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在书评的这个领域上面 去年开券版因为政策上面的改变 不再进行书评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会表示非常的遗憾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去把过去的这个书评媒体的工作 把它重新再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来说是一无反顾的 现在就是一条龙 就从源头一直到出版到行销 到媒体扩展好像都有碰过了 例如说我是做独立出版的 那我的书店也是以独立出版为主 那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样的产品 会是谁在购买 所以等于我就用我的书店去做实验 去研究我要的这些东西 那现在做Open Book 我觉得比较特殊的事情是说 我的出版经验可以让我 找到一些新的诠释的角度 那我就可以把我很熟悉的这些地方 带进来做成一个主题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 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 我所做的事情好像都互相会交织在一起 然后可能会给我自己更多的养分这样 当初进来这片工作我想说 天哪我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了 每天有这么多的书 我以前每个月至少会挖五千块以上买书 我真是一个喜欢买书的人 那每个月会从我这边经手的书讯 至少也会有上千本以上 那里面会有几百本是我们后续会追踪的 那我们会花非常多的心力 再去跟不同的书版社要书稿 然后要公关书 以确定说每一本好书我们都不会错过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能够接触到的讯息 其实都是非常零散 然后缺乏组织没有一些系统性这样 那但是这样子的资讯呢 其实对读者来说 不管你再怎么样追求快速 其实都还是不容易满足的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 就会渴望有懒人包的这个会者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Open Book定位成 它是一个读书人的懒人包的集中地 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丰富的 每一个议题都可以包含在内的这个懒人包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所有的形式 全部都是用正规的书评的方式来呈现的话 其实读者会被吓跑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他们都愿意 或者说他们都习惯接受比较严肃的 一种评论的形式 那所以我们在经营Open Book的时候 就会想方法 用各种不同的表现的形式来吸引更大多数的读者 就是我们试图要传递给读者的是 阅读的愉快 愉悦这个概念 我们有一些采访它其实不一定是介绍那个作品 它真的就可能是让刚好有出书的这个作者 来聊一个话题 或者是来做饭给大家吃 或是来写毛笔之类的 那我大概可以理解到说 一个作者他可能在面对专访的时候 他每次讲的东西会是大同小异的 对我来讲可能是受到一些综艺节目的企划的影响 变成是我可能会希望说 它增加一些更普世的内容 所以说我就希望说 那至少我们做专访的时候 可以让这些受访者的特色被呈现出来 那至少他的人可以被记得的话 读者就可能有机会再去买他的书 那比如说我们会有餐桌对谈 这是用一种生活形态上面的场景 去带出日常里面阅读跟写作的 某一些深度的概念 然后我要去谷然后帮我切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变化的大小 就不是一个像一个城市的演进这样子的速度 而是对我来说 是根本是一个星球移民的概念 我们也会借由不同的 具有吸引力的人来带出某一些好的作品 比如说我们借由知名的偶像 借由他们对于读者的这个魅力 来吸引他的粉丝群众去观看 我们想要推荐的这些书 那这种都是一种接力使力的方式 但是其实我们要能够传送出去的 都还是在于这本书是值得被推荐的 最近这个是比较有趣 就是我们找了艺人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继 跟设计师小子 透过一个编辑跟设计师之间的战争 分别去带到就是说武侠这件事情 或者是练武功这些东西 所以等于它就会有不同对应的书单可以开出来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会做半读就是要好玩的 希望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很热闹 然后很缤纷 然后用这种快乐的气氛 去带动一些阅读的想象 我55年出生的 我在18岁的时候进入装定业这一块 但对我来讲做出版最有趣的过程 可能是走进印刷厂 或走进装定厂 那一些就是你真的去看到说是谁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你的蓝图打造出来 然后变成真实的 那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吸引人 所以说当我自己平常在出版的环节当中 就喜欢研究的事情 那我现在到Open Book有机会 那我就希望说 那说不定也可以让更多的人 他可以看一看就是一本书 他印出来的过程 那到底经过什么样的环节 那这个环节可能都藏着一些故事 我姓车叫曾辉 车曾辉 我后来拿到我们的记者王志远 帮我们写的告词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 是符合我们价值的事情 譬如说关心这个出版业的劳动环境 然后关心这个出版业里面正在劳动的人 然后关心书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在那个专题里面呈现得很好 当我们在讨论出版产业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会忽略了读者这件事情 那等于是我们都会认定 读者是面貌模糊的 的确也是面貌模糊 因为其实我们不可能去理解说 一本书几千个人买或几百个人买 他们一一的身份是谁 所以等于对我来讲 阅读读者这个单元 除了是提供给出版社一个 读者的采样的功能之外 它甚至另一个就是给出版社加油打气 或是给作者加油打气的 那我曾经收过同页的讯息 他就说我们做了那个阅读读者 有一个读者读了他们家的书 他就很感动 就说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很想要放弃 但看到好像有人还在读我们家的书 好像也蛮好的 在网络时代跨界跨媒体的趋势中 Open Book阅读制也结合不同领域的媒体 与专业工作者 以大型专题回应重要的文学趋势 或社会议题 理想的告别这个专题 它是一个顺应社会现状 而产生的一个大型的计划 那它是由Open Book主动发起的 然后非常迅速的就获得很多媒体朋友的支持 响应 当我们的生命确定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急救插管 那什么时候应该要放弃维生治疗 我们要选择在医院死亡 或者是在家里过世 这些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在生前做更好的准备 那当我们在心态上 在情感上做了更充分的准备的时候 就越能够避免未来留下太多遗憾 那个时候其实是他们来谈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那因为我跟他们的采购窗口是认识的 因为他本身也写诗 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 我忽然间发现 其实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诗 这个文类 因为诗跟以前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你知道这几年社群媒体的变动 有太多的可能性出现 或许独测它可以提供的是数据这件事情 我们从数据上面去看 到底诗的销量有怎样的改变 OpenBook这边的话 就可以来从审美的角度 或者是说我们从文类的角度 去看它是怎么样演变成现在 诗是怎么样演变成现在的模样 并且在市场上正有一席之地 我记得有一次下班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附近就是温洛丁嘛 然后我就去一间书店 然后那间书店的老板 然后就在讲说他今年 就是书卖得有多差 然后他就跟他的员工讲说 也是他这个书店他不知道 还可以开多久啊等等等等 我立刻就想说天哪 我要来找他合作个什么事情 好 我明天要更认真的工作 对我来说我是要对读者负责的 我在乎的是 唯有让大家都有一种认同感跟参与感 我们觉得才有可能能够吸引更多人 在这个领域里面 取得他们能够安住的情绪 或者说能够得到更大的快乐 我个人方面所做的努力 其实都会希望说 是让这个品牌 它能够呈现出一个很强烈的年轻的感觉 然后跟时代是可以很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好好的在这个网络社群媒体的时代 可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那可能是现在我们得要很认真去思考 然后去尝试的一件事情